大家好,主播慷慷有余,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,是否已订阅本频道,且打开小铃铛。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,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Trendforce激邦咨询近日公布的最新报告显示, 全球晶圆代工产业呈两极化发展,先进制程受益于AI伺服器等新兴应用增长, 以及新旗舰智慧型手机AP和PC新平台备货周期延续,带动高价晶圆,出货增长,抵消成熟制程需求趋缓冲击。 使得2024年第四季度,全球前十大晶圆代工厂商合计营收达384.8亿美元,环比增长9.9%,再创历史新高。 Trendforce表示,随着美国川普新政府上台,新的关税政策对于全球晶圆代工产业的影响已经开始发酵。 为应对电视、PC、笔电提前出货至美国的需求, 不少厂商已经于2024年第四季追加集单头片,延续至2025年第一季。 中国自去年下半年,寄出已就换新补助政策以来,带动了上游客户提前拉货与库存回补动能。 加上市场对台积电、AI晶片、先进封装需求持续强劲。 即便第一季是传统淡季,晶圆代工营收环比仍保持了增长。 从具体的厂商表现来看,台积电受益于智慧型手机、HPC新品所带动的需求。 2024年四季度,营收环比增长14.1%至268.5亿美元。 市占率环比增加了2.4个百分点至67.1%,稳居全球第一。 排名第二的是三星晶圆代工部门,由于先进制成新进客户投片收入, 难抵消主要客户投片转单损失。 使得其2024年四季营收环比小幅下滑1.4%至32.6亿美元,市占率也下滑了一个百分点至8.1%。 中芯国际2024年第四季受客户库存条件影响,晶圆出货环比下滑, 但受益于12英寸新增产能开出,以及产品组合的优化, 带动了整体的平均销售单价环比增长。 两者相抵后,整体营收环比增长1.7%至22亿美元, 市占率下滑0.5个百分点至5.5%居第三名。 联店因客户提前备货,产能利用率、出货情况皆优于预期, 减缓了平均单价下滑的冲击。 2024年四季度,营收仅环比下滑0.3%至18.7亿美元。 市占率减少了0.4个百分点至4.7%,排名第四。 排名第五名的格罗芳德, 在2024年四季度,晶圆出货,保持了环比增长。 但部分与平均单价微幅下滑相抵消, 使得其营收环比仅增长5.2%至18.3亿美元。 市占率下滑0.2个百分点至4.6%。 华鸿集团排名第六。 其旗下,HH Grace的12英寸产能利用率略增, 带动晶圆出货,平均单价皆微幅成长。 另一子公司,HLMC明显受惠中国家电, 消费补贴需求带动的库存回补效益, 产能利用率增长, 使得华鸿集团2024年四季度, 营收环比增长6.1%至10.4亿美元。 市占率下滑0.1个百分点至2.6%。 高塔半导体, 排名第七名。 其2024年第四季产能利用率下滑的影响, 与平均单价改善相抵消, 营收环比增长4.5%至3.87亿美元。 市占率维持在1%。 世界先进2024年四季度晶圆出货, 产能利用率皆因消费类需求走弱下降, 部分与平均单价增长相抵消, 营收环比下滑2.3%至3.57亿美元。 市占率下滑0.1个百分点至0.9%。 核肥经合集成, 虽面临面板相关DDI驱动晶片拉货放缓挑战, 但有CIS、PMIC产品维系出货动能, 使得其2024年第四季营收环比增长3.7%至3.44亿美元。 市占率维持在0.9%。 排名则上升至第九名。 这也是此次榜单唯一有变动的名字。 B级店因记忆体代工与消费类相关需求皆走弱。 2024年, 营收环比下滑0.7%至3.33亿美元。 市占率下滑0.1个百分点至0.8%。 减排名也下滑至第十名。 但若以2024全年看, B级店营收仍略高于合肥经合。 如此重要的半导体榜单上, 没有一家日本公司, 自然是很没有面子。 据日本媒体朝日新闻3月中旬的报道, 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修改相关法律, 以允许政府投入巨资, 帮助日本本土晶圆代工新创公司Rapidus。 但是, 相关日本产业界人士则对此持批评态度。 报道称, 观察半导体产业超过30年的 日本机械产业振兴协会特任研究员 景尚洪基则对此感到担心, 认为追求最先进的半导体微缩制程 本身已是过时的想法, 并指出战术已经发生变化, 但日本仍固守大建巨炮主义的思维。 景尚洪基认为, Rapidus最大不稳定因素 是目前没有足够客户需求。 一旦Rapidus的晶圆厂开始生产, 出货量将达到数亿颗, 但目前没有足够的客户需求作为支撑。 目前,先进半导体主要应用于智慧型手机 或资料中心伺服器CPU-GPU, 但Rapidus并未掌握这类客户。 因此,景尚洪基质疑, Rapidus大量生产的晶片, 究竟有谁会购买? 购买量又会有多少? 相比之下,台积电和三星电子开发先进制程时, 会事先与苹果、高通、 挥达等大型客户建立合作关系, 确保订单, 并与客户步调一致地推进技术开发。 这与Rapidus的做法完全不同。 客观来说, 即使Rapidus成功建造最先进的产能基地, 如果缺少买家导致产能闲置, 恐进而造成财务危机。 景尚洪基还认为, Rapidus聚焦2奈米制程技术的决策, 本身已显得过时。 随着摩尔定律放缓, 如今强调, 制程微缩的效益正逐渐递减, 建议日本应将重点转向先进封装, 因为这领域与半导体制造设备及材料密切相关, 也是日本企业优势所在, 能以较少资金投入, 获得更显着成果。 他建议, Rapidus应暂缓量产计划, 将资源集中于研发, 而非贸然进入风险极高的量产阶段。 除了景尚洪基, 负面看待日本对Rapidus经营模式, 过去日本政府和经济评论员谷鹤茂明 也提到认为, 目前Rapidus失败的几率不断升高。 根据估算, Rapidus所需资金预估为5兆日元, 但来自民间投资的出资额为73亿日元, 之后就再也没增加, 因为民间部门中没有人愿意接受这个专案。 谷鹤茂明指出, 虽然Rapidus北海道千岁式工厂的开工仪式中, 有许多企业高层助阵, 但实际到场, 大都是Rapidus以大量税金购买半导体制造设备的厂商高层。 谷鹤茂明建议, 政府应该避免被官僚主义欺骗, 阻碍通往正确政策的道路, 可以选择支持日本现有公司或者有前置的新创, 而非从零建立新的公司。 支持这些公司不需要像Rapidus一样花费更多资金, 却能开启新可能性。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, 感谢你的观看,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 扩论有余。 最后, 请你点赞, 订阅。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。 谢谢。